直播销售创造流量成为商业奇迹 就连艺人小珍都被邀请上直播 而直播主用心介绍 接地气亲民又有趣 现在网路上不乏邀请直播主 帮忙带货的商家 但如果是吃下去的保健食品 要如何把关 其实相当考验直播主功力 我们都是会先看paper 然后我自己还会试用 那我们也会去看 参考一些国外的一些数据 就是像在医学期刊上面 都有刊登的 不少人习惯看直播 趁着打折购买营养必需品 但还是得仔细观察成分 挑选大厂牌 避免买到盗版吃了伤身 而益生菌酸酸甜甜的口味 大小朋友们都能接受 但该怎么挑怎么选 营养师给出建议 郡株的挑选上 希望是有国际期刊专利的 但是大家要小心 现在很常会有一些仿冒的 所以我要去认清楚 它是不是有SGS认证啊 或是说它的厂商是不是有标示好 它的生产跟制造日期 这样才可以去确保说 你今天挑选的这个菌 是符合你自己的 少吃油腻保持运动习惯以外 选择有专利 符合体质能被吸收的益生菌 才有保障 三天新闻新北众文报导 谢谢大家